3 2 1 请凌强 113年桃园市中小学校联合运动会开幕 要展开一连四星的比赛 这次有245所学校超过2400位选手同台竞技交流 将选拔出代表桃园市参加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的选手 开幕仪式也邀请多次获奖的永丰高中林佳乐 跟北科复工吴秀宁同学点燃圣火场面盛大 张山镇市长表示桃园市在体育赛事的成绩想当亮眼 去年全中运就拿回超过200面奖牌 团体总成绩名列全国第四 除了期许选手们再接载力 也勉励他们在赛场上发挥潜力不断超越自己 200多个学校2500位选手的比赛 那么每年每年我们这个运动会都选拔出非常多的杰出选手 尤其今年我们选拔出来的选手 要去台北市参加四月份的这个全国的中学运动会 过去我们在全国的中学运动会有非常不错的成绩 团体比赛呢 团体的成绩是全国第四名 去年拿了超过将近300面金银跟铜牌 非常不错 那么期待这次的运动会能够选拔出更优秀的选手 得到更好的成绩 当然比赛最后的目的不是拿奖牌 而是超越自己过去的表现 在这边预期所有我们的选手能够超越自己 能够让自己更上一层楼 桃园市体育总会理事长也勉励选手们秉持运动家精神 超越自我为学校争取荣誉 同时也争取代表桃园市参加全中运的荣誉 优秀的体育人才往往是要同小培养的 我要感谢市长对于体育的重视 也要感谢学校的市长们平时的细心培育 我期盼各位参赛的选手 能够秉持着运动家的精神 遵守纪律 不同判决 超越自我 依照新年度的最佳成绩 为自己为学校争取荣誉 同时也争取代表桃园市参加全中运的荣誉 113年桃园市中小运将展开围棋四天的比赛 包含各项田径跟游泳比赛 并且选拔出113年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的代表选手 邀请大家一起帮小选手们交游打气 期许他们都能获得好成绩 记者来五一投影报道